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药物里边ABC A呢 第一个要吃抗血小板的药物 A是抗的意思 抗血小板 那么抗血小板呢 我们一般人根据病情 我们吃单抗或者双抗 单个一般的病人我们吃Rspia或者利比格雷 如果你放完支架了或者重的病人呢 我们可能这两个药呢 要联合应用 第二个要抗心脚痛 比如这个人呢 有冠心病 但是还没有到放肢亚的程度 他经常有症状 那我们吃点呢 扩血管的 比如硝酸质类呀 就是也吃上 让它缓解症状 这是抗心脚痛的 B呢 就是 贝塔数据组织剂 因为我们经常说什么 贝塔勒克呀 比索洛尔呀 大家关心病的人都知道 吃这里呀 它的主要重是减慢心率 减少心肌的收缩力 来减少心肌的行量 来缓解病人症状 同时呢 它也可以抑制心理市场 减少了心圆性猝死的发生 还有一个呢 B呢 控制血压 关心病的病人往往有合并高血压的时候 我们把病人血压也要控制好 那么C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调指 我们关心病来说 塔丁一旦诊断 塔丁往往也是需要终身治疗的 关心病人一旦诊断 不管你血脂高还是低 还是胖还是瘦 那么塔丁都是要坚持吃的 并且要达标 这个要在医生指导下应用 关心病一旦诊断 不管你血脂正常与否 我们都要进行降止 都要达标 那么另外一个C呢 就是如果对男性同志抽烟的人群 就是要戒烟 抽烟呀 是目前认为是关心病 人为可控制的危险因素的 第一个危险因素 我们病缺啊 经过我的手 每年呢 可能都十个以上 抽烟抽心梗的 而有的人没有危险因素 也没有三高 就抽烟 一天一两包的抽 抽成心梗的 所以我说抽烟的病人呀 一定要戒烟 你把烟戒不了 那你病 以后还会反复的 常用的我们就是 大家记住这个ABC 当然 有的具体的用药呢 还要去看医生 根据医生的建议 个体化的治疗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